中文童话 开花的树 家长指导 本篇部分内容可能不适合13岁以下儿童观看 在遥远的帕里亚王国 住着一位国王 他有两个孩子 一个女儿西玛和一个儿子威尔 在同一个王国 还住着一位萨里纳夫人和他的两个女儿莫莉和萨赫拉 萨里纳会做一些灵工来维持生计 从清洁地板到为城里的其他人做饭 这让他的女儿们很难过 他们决定帮助他 我知道给妈妈一个惊喜的最好办法 你在想什么 我们都花眼力气 我需要两大壶水 和我一起工作的女巫对我很满意 给了我一首有魔法的诗让我背诵 只要把一壶水倒在我身上 我就会变成一棵芬芳的花树 轻轻地摘下那些花 而不要扯掉叶子 也不要折断心呀 然后把第二罐水倒上 然后我就会变回人了 太棒了 但不能告诉他是怎么得到这笔钱的 否则他会不高兴的 他们带着两个水壶和两个空篮子到花园去了 萨赫拉坐下来 开始念魔法 咒语 花栋的芬芳四处飘到 然后我会变成一棵树 成长 莫莉把第一个水壶的水 倒在她姐姐身上 很快她就变成了一棵开满鲜花的树 花园里弥漫着香气 莫莉轻轻地温柔地采摘着花 两个花篮很快就装满了 这应该足够我们今天这一大笔钱了 他拿起第二个水壶 把它倒在树上 萨赫拉就变回了他自己 我们应该把这些花卖到哪里 你为什么不去宫殿大门那里呢 你可能会遇到愿意花大价钱 买这些漂亮的花的人 哦 这是个好主意 萨赫拉把花篮拿到宫殿大门那里 开始大声叫卖 卖花 卖花 好香的花 就在这时 西马公主从窗口看到了她 她兴奋地跑向她妈妈 妈妈 外面那些花看起来棒极了 请给我买一些来吧 王后点点头 命令卫兵把卖花姑娘叫来 他们看着美丽的花朵 房间里弥漫着花的香味 这些漂亮的花你想卖多少钱 殿下 您想付多少钱 我们就收多少 因为我们只是穷人 女王把一袋金币交给萨赫拉 她欣喜若狂 非常感谢您 我的王后 萨赫拉很快回到家 给她妹妹看了装满金币的袋子 茉莉吃惊又兴奋地看着她 哇 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告诉妈妈 是的 接下来的几天里 他们继续在宫殿附近卖花 赚了三袋子满满的金币 与此同时 威尔王子对这些花的来源非常好奇 我想知道这些花是从哪儿来的 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花 它们闻起来真香 随后 他叫来了父亲忠诚的大臣库玛尔 库玛尔是他非常亲近的人 库玛尔 我在殿下 这些是什么花 它们从哪里来 每天都会有一个女孩带着这些花来 你的妹妹非常喜欢她们 哦 真的吗 我很想知道她是从哪儿弄来的这些花 她住在哪里 库玛尔告诉了威尔卖花姑娘家的位置 第二天 威尔去了两姐妹的房子 看到她们在花园里 她看着萨赫拉变成了开花的树 茉莉摘下了花 然后她又变回了人 哇哦 这太不可思议了 她可真漂亮 威尔被她的美丽和芬芳的鲜花迷住了 她回到宫殿 告诉了库玛尔她看到的一切 她太美了 库玛尔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给库玛尔讲了那个女孩是怎样变成一棵树 又变回一个美丽的人的 她说话的时候脸都红了 这是什么感觉 是爱吗 看来是的 威尔王子 看到威尔被姑娘迷住了 库玛尔来到国王面前把一切都告诉了她 她很高兴听到她的儿子恋爱了 于是就召见了麦花姑娘的母亲 萨莉娜女士 你非召见明天在王宫大厅与国王共进晚餐 她想和你谈谈你的女儿那个麦花姑娘 说完她骑马走了 留下母亲一个人感到又好奇又惊讶 莫莉 萨河拉 是的 妈妈 你们两个女孩最近在忙什么 为什么国王要召见我 麦花姑娘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告诉我发生什么 嗯 事情是 他们现在很害怕 把一切都告诉了妈妈 并向她展示了萨河拉如何变成一棵树 以及他们积攒的金币 你怎么能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做这种事 对不起 妈妈 我们只想帮帮你 第二天 萨莉娜去了宫殿大厅 当她走进大厅时 她看见国王和王后正坐在桌旁 面前摆着最丰盛的食品 下午好 陛下 我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吗 我们的儿子爱上了你的女儿 婚礼 婚礼马上举行 一场盛大的婚礼举行了 两家人都为威尔和萨河拉的结婚而感到高兴 婚礼结束后 这对夫妇回到了宫殿 既然你是我的妻子 我想让你为我做点事 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要你变成美丽的花树 我想让香味在城堡里弥漫 什么 你不必瞒着我 我亲眼看见你变成了那棵树 如果不是你的丈夫 你会为谁做这件事呢 哦 好吧 萨河拉向她解释了需要做些什么 他们俩一起拿着水罐去了宫殿的花园 威尔照她说的做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都是这样做的 公主从她的窗口看到这一幕 非常嫉妒 他们每天都享受着这些漂亮的花 却从不和我分享任何东西 我必须做点什么 第二天 西马去找和威尔在一起的妈妈说 如果妈妈允许 那我就没有理由拒绝了 哦 好啊 等你要好好照顾她 把她安全地带回来 谢谢你 萨河拉和西马以及她的朋友们一起去了果园 她想向她的朋友们炫耀萨河拉是如何变成一棵树的 她走到萨河拉跟前说 萨河拉 你可以变成一棵开花的树 对吧 没有的事 我只是个凡人 不是什么神器的生物 啊 不要说谎 我看到你也做过很多次了 你为什么不能为我们做同样的事呢 你太自私了 我真不敢和你一起来的 萨河拉不情愿地同意了公主的要求 她向公主解释了如何做到这件事 其中一个女孩从小溪里拿来了两壶水 摘花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一定不要折断任何嫩芽 或撕破任何叶子 说着她坐了下来 其中一个女孩随意地往她身上倒了一壶水 哇 真漂亮 就在这时 天下起了大雨 电闪雷鸣 响彻云霄 姑娘们忘记了萨河拉曾对她们说过什么 只顾匆匆地拔着花 把嫩芽和树枝都折断了 哦 还有水罐 她随意地从水罐里倒了一下水 她们就急急忙忙地跑回家了 女孩们随意地行为伤害了萨河拉 她的四肢有了余伤 导致她每一步都一瘸一拐 啊 啊 西马对她所做的一切让她感到又害怕又伤心 她一瘸一拐地跑回家找她妈妈 与此同时 王后看到西马没有带着萨河拉回来 非常生气 萨河拉在哪儿 谁知道呢 我们都自己安全到家了 对吗 我们要怎么告诉威尔 王后担心自己如何对王子解释 开始惊慌失措 试图弄清西马做了什么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王后想尽办法想从她那里打听到一些情况 但都白费力气 那天晚些时候 萨河拉和一个棉花商人一起回到了家 那个商人很好心地让她搭车回家 非常感谢您先生 这是我的荣幸女士 看到女儿受伤的样子 母亲很伤心 马上把她带进了屋里 哦 我的孩子 你怎么了 萨河拉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她的母亲 告诉她 她是如何被公主抛弃的 别担心 你不必再回到那个可怕的城堡了 她的母亲温柔地治疗她的伤口 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直照顾她 而在城堡里 王子等了好几天想等她回来 最后决定自己出去找她 我要找到我的公主 把她带回家 去吧 我的儿子 带上我的人 他们能帮你更快地四处搜寻 王子和他的随从骑马穿过王国去寻找公主 他们到处找啊找 直到找到了他的家 找到你了 我很担心 我到处找你 你为什么在这里 难道你不知道你妹妹宝女儿怎么样了吗 我不知道是这样 请原谅我 我一定会让我的妹妹付出代价的 亲爱的 请跟我回宫吧 她很害怕 害怕她会再次受伤 害怕她不被接受成为公主 反而在王国里会被成为瘸子 不会 没关系 我爱她 永远爱她 我愿意和你一起回去 但有一个条件 你不能对你妹妹做任何事 我已经原谅她了 就这样 好的 萨赫拉被带回城堡 国王和王后很高兴看到他们的公主回来 哦 萨赫拉 请原谅我 我不应该摘花的 我很愚蠢 我不想伤害你 没关系 从此 威尔和萨赫拉快乐地统治着帕里亚王国 公主受到王国人民的爱戴 尤其重要的是 尤其重要的是 尽管她身有残疾 威尔仍然接受她 爱她 平等地对待她